无心一直认为身边的环境挺干净 没想到月牙偶然摸黑出去了一趟 竟然就会被几缕零碎魂魄缠了上 零碎魂魄无知无识 等闲不会缠人 如今缠了就必定有个缘故在里面 他禁院之后做事要打猫 弯腰从靠墙的地上捡起来 一根粗木棍 一路若无其事地走出去 他发现魂魄的流动带了方向 有人在附近控制了他们 他们成了暗器 无心忽然想起了文献的内讧 想起了下落不明的月企罗和张行踪 不知觉倒也罢了 既然对于他们的行踪有所知觉 就绝不能轻易地放了他们 因为开枪打伤张行踪的人是月牙 而他们现在一无所有 想必会更加的穷凶极恶 春天正是闹猫的时节 无心一路上拆散了许多对野猫鸳鸯 看着是在打猫 其实是在沿着魂魄流动的方向走 忽然身边吃拉一声响 他停下脚步低头看 发现是自己的衣上被一层低矮灌木刮破了一道 他在黑暗中低头弯腰 费了不少的力气才把挂在灌木肩上的衣角扯了下来 追着一群野猫又跑了几步路 他忽然发现魂魄光芒渐渐变得浅淡稀疏 方才的线索无端地中断了 他停了脚步 因为一时摸不清头脑 所以拎着木棒向后转 不料未等他踏上龟路 一个黑影忽然斜刺里急冲出来 带着雷霆之士猛撞向他 当场把他压在了地上 未等他反抗 黑影已经反减了他的双手 力气极大 几乎扭断了他的关节 他立刻就乖乖不动了 极力回头去瞧来人 朗朗月光之下 他看到了一张恐怖的人脸 眼眶鼻翼都糜烂成了黑红两色 一只眼珠突出眼眶 另一只眼珠上面 则是生了一层白眉 恶臭的气味从他蹊跷中飘散开来 他的喉结已经露出了白骨黑洞 他就是张显宗 一双布满沉泥的肮脏绣花鞋 缓缓走近了 无心向上转动眼珠 仰视了月起罗的双眼 月起罗看起来像一只肮脏的布娃娃 可是神色很平静 单单薄薄的助力在夜幕下 他对着无心点了点头 嘴角忽然一抽搐 是似笑非笑似哭非哭 百感焦急哭笑不得 张显宗 他发出了声音 声音单调而又甜美 是一杯水加了糖又加了冰 砍下他的四肢 否则他很会跑 会让谁都捉不住他 张显宗当即腾出一只手 从腰间抽出了一柄军刀 而无心没有挣扎 只问 为什么抓我 没人想要抓你 我只想要月牙的命 在张显宗挥起砍刀之前 无心抢着又道 别看 我们做个交易 随即他奋力转向张显宗 和你有关 月起罗一抬手 止住了张显宗的动作 什么交易 无心的眼睛陷在阴影中 心中的主意迅速有了雏形 为什么要杀月牙 因为月牙杀了张显宗 为什么要把张显宗 制成行尸走肉 即便化成了一具腐尸 还不抛弃 因为对于月起罗来讲 张显宗与众不同 很重要 乌黑的眼珠 在暗中转过一轮 无心开口说道 你饶月牙一命 我会设法保住张显宗的身体 身体我要多少有多少 无心不再说话了 让他自己去想 他的确有无数办法去安顿张显宗的魂魄 可张显宗的躯壳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躯壳换了 它还完全是他吗 况且操纵旁人的身体也并不容易 他的灵魂 天生就只适合他的身体 无心不说话 张显宗也不说话 月起罗沉默半生 开口又问 你有什么办法 我带你们去青云山 青云山 青云山中有一处密洞 可保尸身不服 我只知道前一阵子都在疯传青云山里有怪物 不是怪物 是行尸走肉 洞里尸身不服 灵魂不散 忽然受了军队的惊动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岳起罗若有所思地抚恤着他 想把他和张显宗合二为一 可是做不到 非不为也 实不能也 岳牙和顾大人坐在房内等待无心 左等不回 右等不回 岳牙就有点着急了 趴在窗前向外张望 唉 这跑哪儿去了呀 是撵猫去了还是让猫撵啊 顾大人攥着一把好牌 也是有些不耐烦 把纸牌往炕上一放 他穿鞋出去推门喊道 师父 师父呢 报告律总 师父拎着棍子出去了 顾大人转回屋 披上一件假傲 嘴里骂道 嘿 真他妈没正经 这碾猫还能碾出失踪案子去了 我找找他去 这外面黑漆漆的 他是不是跟谁家大姑娘 小姐夫扯上皮了 岳牙虽然不幸无心 能去和女人扯皮 不过话从顾大人 嘴里一说出来 他听在耳中 就有点坐不住 紧赶慢赶地跟着顾大人进了院子 他和一名卫兵一起往外面幽深的巷道里走 卫兵提了个硕大的纸灯笼 把脚下地面倒是照了个通料 穿过几条巷子之后 顾大人一无所获 月牙扯着嗓子大叫无心 也是全然没有回应 三人眼看再走就要出村 绝得兴兴地往回返 不料就在将要进门之际 顾大人忽然发现了问题 他一把夺过卫兵的大灯笼 弯腰往地上戏照 近来长落春雨 土地松软潮湿 他就见一条新鲜的身痕滑在地上 从门口开始向外一路延伸 他来了精神 沿着身痕转身前行 一路拐了几个弯 最后却是停在了一层灌木之前 灌木下面扔着一根结实的木棒 而灌木上挂着一片灰色细布 村里人都用土布 士兵们又全穿军装 所以月牙滴滴地压了一声 认出灰色细布是从无心的外衣上撕下来的 顾大人也意识到了 扯下灰布展开一瞧 布上却又并无字迹 把布片递给月牙 他问道 是不是 月牙一摸布料就确定了 带着哭腔轻声打道 是 顾大人 咋回事啊 你别慌 别闹 反正知道他肯定是死不了 兴许啊 是半路有了别的事 他呢 来不及告诉咱们 他直接就跑出去办事了 月牙知道无心是死不了 可是不能因为他死不了 就由着他平白无故的无影无踪 六声无主地随着顾大人回了房 顾大人先派出一队士兵出村搜查寻找无心 然后自己闷闷地收拾起了纸牌 也是一脸的困惑和不安 凌晨时分 无心带着月企罗和张显宗 进入了青云山地界 张显宗握着手枪 枪口一直抵在无心的后背上 月企罗跟在一旁 路上始终也没有多说 带到脚下道路渐渐变得崎岖 张显宗拴好了马 然后摘下马灯交给了月企罗 月企罗察觉到自己是真往深山里走了 才开口问道 你所说的密洞到底在什么地方 不叫我大哥了 月企罗望着他的背影 想象自己和他情投意合 手拉着手在山路上走 毫不动情地想象过后 他自顾自地说道 我不想晒太阳 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 那 我送你们进洞 你们放过月牙 谁知道你的洞到底是真是假 树洞不服 可是出了洞呢 你以为你是救了我们 你很聪明 入洞之后自己想办法吧 在你想出办法之前 他至少可以完好的等待 那 洞里没有食物和水 你们自己准备 张显宗带着水壶和一包干粮 饮食虽然全被腐臭的气息静染透了 但是聊胜于无 回头看了月企罗一眼 他心里很愧疚 他觉得其实没有自己月企罗也是一样的活 月企罗不给自己好脸色 可是为了自己 他风餐露宿地成了一只肮脏的小鬼 他都死了 他还在保护他 在一处小小的坟头前 无心停了脚步 开始蹲下跑土 最后搬开土下的铁板 他让月企罗来看 那 入口 月企罗蹲在洞口 很谨慎地向下伸手 洞内的空气微微地有点暖虚 他俯身探头进去吸了几口气 空气也很干净 他抬起了头 目光撩过了面前的无心 无心歪着脑袋 目光经过眼角射向洞内 黑眼珠在马灯的照耀下忽明忽暗 让人联想起了一只妖 察觉到了月企罗的注绪 无心一转眼珠望向了他 正色说道 那 这洞里很危险 到处都是厉鬼和行尸 上次进来的时候我只会逃 这次有了你 想必可以安全一点了 月企罗缓缓捏碎了一块黑土 现在才知道我的本领了 随便你有没有本领 我又不想拜师学艺 那 我打头 谁电后 中间他把灯拿稳了 里面可是伸手不见无觉 不等旁人回答 他把外衣脱了 只留一身单衣单裤 动动肩膀扭扭脖子 他率先下洞去了 张显宗电了后 手里攥着枪 随时预备着保护前方的月企罗 月企罗手里的马灯 散发着昏黄的光芒 正好可以照亮前后环境 无心虽然脱了外衣 可是因为长胳膊长腿 所以在洞里还是显得有些笨 他笨 张显宗就更笨了 倒是月企罗更灵活些 三人爬了许久 最后终于到达了千佛洞 无心停在洞口不走了 回头告诉月企罗 我第一次来时 洞里存了许多虚手 看模样还是前倾时进去的 这洞里本来被人设了阵法 把魂魄和虚手分了开 但是阵法被我冲破了 魂魄附在了虚手上 见了活物就杀 那我和他都不怕 你怎么办 月企罗不屑一顾地把马灯交给了张显宗 然后大踏步地直接进入洞内 结果刚刚走出几步 迎面就绝挺挺地来了一句活死人 在马灯的照耀下 活死人果然还保留着柔软的皮肤和浓密的头发 看辫子和身量 生前正是个壮年男人 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大概也是虐杀 因为他的嘴唇牙齿全都被挖去了 鼻子下方是个四四方方的血洞 洞口隐隐地还在收缩 仿佛是要吞噬些什么 无心立刻又停了 张显宗则是猛然举起了手枪 唯有月起罗面无表情 迎着活死人走上前去 他一边念念有词 一边抬手虚空画幅 最后对着前方一挥衣袖 活死人的动作一顿 随即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 却是附身的魂魄已被月起罗引了出来 让张显宗拎过马灯 他蹲下仔细查看了尸首 看过之后他承认无心所言非虚 起身继续向前走去 沿途开始出现了断肢碎骨 以及凌落肉块 肉块是灰白色的 无心记得曾经有一批怪物落入洞内 想必此地便是当时战场的一部分 怪物能吃人 行尸走肉们也不是吃素的 战况必定是十分恐怖惨烈 约起罗踢开了一只断手 怎么回事 哦 是内讧 他们也会内讧 我不清楚啊 我只来过一次 还是被他们一路打出去的 他们和张显宗不一样 他们都是疯的 不要拿张显宗和他们打比 无心知道自己的话不好听 故意又问 哎 你为什么不找个人呢 什么意思 就是找个活人 会老会死会喘气的 后脑勺一凉 是张显宗用枪口顶上了他的头皮 而无心魂不在意继续说的 否则你和他就只能做一对洞中夫妻了 你讽刺我们会成洞中夫妻 就不害怕你和月牙会人鬼殊途吗 如果我和月牙人鬼殊途 我就会让你永生永世不得自由 不见天日 笑话 前方又来了一句东倒西歪的骷髅 于是无心停了脚步 希望是个笑话 月起罗气得连福都没有话 一言不发地向前方截了个手印 只听哗啦一声 骷髅直接散碎成了一堆骨头 无心如愿以偿地把月起罗和张显宗全得罪了 带着二人拐了个弯 月起罗看到了涌到两边的怪异佛像 他也不知道佛像的来历 甚至没有兴趣多看佛像一眼 因为无所畏惧 而无心站在一尊佛像身边 抬手向上一举 那我们得往上爬 上面还有一个洞 是一条直的捷径 可以通到尽头 并且还有灯游 洞内漆黑 灯游自然是十分重要 月起罗完全不怕无心作乱 洞内尽续流窜的魂魄 让他几乎感到了亲切 况且还有张显宗 洞顶满是林寻怪石 深深浅浅的阴影之中 的确可见一个向上的入口 无心踩着佛像向上攀爬 他上去了 月起罗也上去了 最后是张显宗 三人带着一盏马灯站住了 遥望四周 却是只见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 月起罗从未见过如此的情境 不禁出了声音 什么 无心未等他把话问完 迈开大步向前就走 月起罗连忙带着张显宗跟上了他 依稀就感觉他是转了几个弯 鼻端忽然嗅到一丝隐隐的兴气 月起罗开口问道 你很认路 来过一次多少记得 那马灯给我 没人问他要马灯干什么 因为此地处处需要光亮 张显宗把马灯给了他 就见他仿佛是有所迟疑似的试探着向后退了一步 随即就听哗啦一声脆响 玻璃灯罩狠狠撞击到了石头地上 马灯瞬间熄灭 三人陷入了永夜般的黑暗之中 张显宗下意识地密着声音扑了上去 然而一阵疾风掠过他的指尖 他扑了个空 头发了一辈子